摄影机聚焦的一刻 就是他们梦想的开始 我觉得电影对我的意义 就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出口 我是在一个小地方长大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 有很多的情绪 没有办法被理解 跟没有办法有一个出口 你要不要吓我 我觉得我不需要一生有很多的作品 我很感谢就是张爱佳 他让我看到其实电影的行业 是可以做一辈子的 他常常跟我讲 如果你那么热爱这个工作 你又何必急 我想哭 因为很怕拍不到 但是你一定要努力 透过电影令大家知道我的名字 大家好 我是李星杰 影坛最焦点 卫视电影台 摄影机聚焦的一刻 摄影机聚焦的一刻 就是他们梦想的开始 电影就像一面镜子 电影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是我生活 热情很大的一部分 参与其中我觉得 一个一个角色 一个故事 然后让我认识自己 然后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想 我遇到的问题 其实角色也遇到了 这可能是他的第一次 你这样很好玩 什么事 他也很挣扎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跟我现在一样 看见自己自身的一些问题 对 透过电影让大家知道我的名字 大家好 我是张啸泉 影坛最焦点 卫视电影台 摄影机聚焦的一刻 就是他们梦想的开始 勇气一直是我从小到大 蛮重要的一个 我的一个长处 电影的魅力来自于它很神秘 它很未知 它很不知道 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都该做了 其实世界要面对的困难 跟挑战是会越来越多 如果你没有这一份热情 我觉得大家会陷入一个 很忧虑的状态 然后会把很多的不开心埋怨 会丢到人家身上去 你要我安慰你是不是 我真的持不上 反而是你自己去面对 你走出自己一条路 找到自己一个方向的时候 会变得比较更好一点 透过电影令大家知道我的名字 大家好 我是张爱佳 影坛最焦点 卫视电影台 摄影集聚焦的一刻 就是他们梦想的开始 对我来说 电影比真实的人生还要更真实 看电影其实是看很多人 他用他的智慧写下来的剧本 是非常有想象力的 很多人都记得他也叫火烧宝 是非常有道德跟正义的 比现实生活多很多 公平跟正义 我们现在回去 不是被抓去关 就是被人打死在路边 以前我太认真在拍电影 没有拍戏的时候 我会很痛苦 现在我觉得应该反过来 我觉得现实人生应该 我应该把它顾得更好 通过电影让大家知道我的名字 大家好,我是柯玉伦 影坛最焦点,卫视电影台 摄影机最焦的一刻 就是他们梦想的开始 我觉得电影最大的感染力 会令你开笑或有更多思考 我最享受在电影中 就是如何演活的角色 因为我自己 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 Isabella 你没有跟我睡过 你没有跟我妈睡过 所以我是透过演活的角色 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对不对 最后不要见面了 一个很烈电影 会令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出口 或者更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透过电影让大家知道我的名字 大家好,我是Isabella 影坛最焦点,维持电影台